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条评论都看已经不太可能了 因为每次都有上千条评论 真的是看不过来了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看评论 除了收集大家的反馈 最主要最吸引我的 还是因为大家的评论里都充满了故事 尤其是我发现竟然有不少的故事 是因为在听故事FM的过程中 引发了化学反应 这让我非常的自豪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一档节目 竟然给不少的朋友都带来了影响和变化 所以在上周 我们就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里 发起了一个故事征集 征集大家和故事FM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踊跃投稿 我们从中选出了六个小故事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叫洒水车 29岁 来自成都 现在在美国休斯敦 做石油勘探 我2017年第一期就喜欢上了故事FM 后来还录过一些节目的彩蛋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我跟故事FM的化学反应呢 主要是跟一位故事FM的讲述者 成了网友 后来就觉得跟他挺谈的来 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就是故事听过他声音呗 然后咱们在微信上也就是聊天 没有任何的暧昧 每天就那么几句 但是呢就喜欢上 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对吧 后来我还提出想见见他 但是被他蜿蜒谢绝了 我虽然是个理科狗 现在也是当工程师 但我从小一直比较有音乐天分 喜欢作曲啊 写歌啊 大学也修了一些乐理科 所以我就想 我要正儿八经地 给他写一首表白歌曲 所以我像打了鸡血一样的 去美国最好的那个 伯克利音乐学院 上了好多网课 最后拿了一个 他们一个认证音乐制作人的称号 就是music production 当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就是有资格证了嘛 我就运用学到这些知识 给他写了一首 基本上是专业水平录制出来的 表白歌曲 先做词 作曲 编曲 把电子钢琴调成各种乐器的声音 一样一样弹出来 录进去 然后做音效 EQ compression 最后对着话筒 唱进去 各个声部合声伴奏 全是我一个人唱的 然后我还专门找到了 故事fm的彭涵大师 很感谢彭涵对我作品的指点啊 我印象最深的场面呢 就我唱作那个歌的词曲 是在我从中国休假回休斯敦的 那个12小时的长途飞机上 在精气舱那个B字的空间里面 非常昏暗啊 我突然来了灵感 我就把小桌板放下来 把阅读灯打开 扯出一张纸 一支笔 在上面擦了写 写了擦 旁边人肯定觉得我神经病啊 在那里唧呱啦的 不停的哼呀 说呀 最后就在这个飞机降落前 我把歌的词曲写出来了 当时真是脑子都想破了 但很得意啊 别人坐飞机都是睡觉看电影 我居然写了一个伟大的作品 开玩笑的 没那么伟大 接下来几天呢 我就白天上班 晚上倒时差睡不着 就凌晨两三点 坐在我自己的钢琴前面 把这个歌不停的弹唱 修改 外面万籁俱寂的 我在这里悄悄地 给自己喜欢的人写歌 渐渐地天空发白了 外面开始有清脆的鸟叫声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甜蜜 特别舒心 后来呢 我跟这个男神网友 并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发展 我没好意思把这个给他 因为其实慢慢也感觉出来 就他对我没有意思嘛 其实 所以我也不想让他尴尬 后来我自己又写了好几首 正儿八经的歌曲 最近我还受邀给咱们 穿鱼同乡会写了首会歌呢 因为我是在美国 休斯敦生活的四川人 所以我们有一个 休斯敦穿鱼同乡会 这个协会呢 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写了首会歌之后 在本地的华人圈子里面 还是小有名气的 有很多人开始找我写歌 我帮一个好朋友 写了一首表白歌曲 还有另外一个人 要离开家去读大学了 找我写了一个 很感人的歌献给他妈妈 后来我也找到自己的爱情 现在挺美满的 很感谢故事FM提供了机缘 让我因为暗恋一个男神网友 就努力学习音乐 成就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好想认识你 学习你的语言 你独特的色彩 愿超越文字里呈现 多想走近你 智慧的世界 见证着你 一路蜕变 也有思想的旋律 也有心情的珍惜 与你浅浅的缘分 带给我深深的感情 愿与你一场谈 生活点滴向你传达 我的世界 那份美丽 我叫Mr.Brian 来自福建 是一名再度研究生 我喜欢上故事FM 是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知道故事FM 是因为我的前女友 在2018年 刚和她分手的那段时间 我还是很惦念她 所以默默地去查看她的动态 有一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自己很喜欢在健身的时候 听故事 但是我就很好奇 她在收听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我就打开朋友圈 翻了一下她的主页 看到有条动态是 故事FM相关的节目分享 于是我就上网月云 收藏了这个节目 但是当下我并没有什么心情 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收听 于是就一直 传在我的收藏夹里 然后在一年后 我印象深刻 是在2019年3月21号的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 对于我跟她来说 虽然是我们曾经 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所以也算是一种纪念日吧 我想起以前 我们在一起时候的样子 心情有点难过 我们就打开网易云 想收听那段时间 我们一直 一人一只AirPods 一起收听的那些歌 偶然看到了故事FM更新的提醒 打开节目单滑了一下 顺手打开伊拉克铁窗故事的这一期 然后听完之后 我顿时觉得开心了许多 因为这个故事很符合我的口味 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 有这种奇妙经历的人 所以当下我难过的情绪消失了 想着 他听这个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也觉得很有趣吧 当天晚上 我听着故事FM入睡的 在那之后 我无论是走路 跑步 起车 还是睡觉 只要有空闲 可以戴上耳机的时候 几乎都在收听故事FM 有一次我收听到 因学历差距分手的故事节目时 我默默地在船上哭了 因为我和他的故事 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2018年的时候 他是颜一 我是大三 我当时在做我们学院的 学生会主席 然后因为一些活动 和他相遇 阴差阳错地在一起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觉得彼此很合适 所以相处很融洽 也很开心 但在两个月之后 他觉得我们学历的差距 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他对我分享的事情 不感兴趣 而我对他的学术成果 一直半解 因为这些种种原因 最终分开了 所以当我听着那一期 学历差距分手的故事时 我想起了过去 和他在一起时候的开心 还要分手后 延续至今的那种难过 我相信他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我们学历上 年龄的差距 可以小一岁 或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所以当下我感觉 和主人公产生了 那种情绪上的共鸣 当时我在床上 偷偷抹眼泪的时候 我还在想 他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会不会有疫苗 曾经想到过我 在那之后 我听故事FM的时候 都会想到他 不管是开心 或者难过的故事 有一期节目 是分享你 特别快乐的时刻 我听完之后 觉得收获了 很多愉快的心情 然后当我打开 朋友圈的时候 我看到他 同样分享了 这一期节目 配文大概是 听别人开心的时刻 自己的心情 也会被感染到 我默默地 给他点了个赞 那一瞬间 我的心情很微妙 因为在那一刻 我觉得 我们各自在故事FM上 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 而这也是我和他 一种间接的情感相通吧 大家好 我叫小熊 我是一个85后 我现在居住在青岛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公司职员 我听故事FM三年了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听到了故事FM的前身 爱哲电台 我记得当时 我听的那一期节目是 二奶杀手和她的姐妹们 我对那些 与自己现实生活 距离很遥远的故事 一直都保持着好奇心 故事FM的选题 来自天南海北 每一期节目听起来 都特别新鲜有趣 在2018年的时候 我的生活遭遇了一些变故 整个人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 我当时的老公出轨 他提出离婚 于是后来 我就成了一个单亲妈妈 独自带着当时 只有四岁的女儿 从之前生活了 十年的城市搬离了 来到青岛 准备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由于一直处在 离婚的阴影之中 无法走出来 我得了双向情感障碍 也叫做躁欲症 生病以后 我整个人都从 很开朗的性格 一下子变成了 特别内向 很自闭 我害怕一个人 走在人群中 甚至总感觉 周围的人都在 注视着我 然后我从那时候起 每天出门都是 牙蛇帽 墨镜 耳机和口罩 每天耳机里听的 都是故事FM的故事 从2018年的 我在三河当大神系列 我去朝鲜上大学系列开始 每一期节目 基本上我都听过三次以上 这几年我的睡眠非常差 如果不吃药的话 我甚至会通宵失眠到天亮 后来我发现 有人说话的时候 我会容易入睡 于是故事FM就成了 我的助眠神器 直到现在 我都会把我的app 设置为两个小时 自动停止播放 然后关上灯 躺在床上 打开故事FM 开始听故事 我最爱听的是 恐怖一点的故事 2017年 我听过万圣节的故事 2018年 有一期是 90后的入脸诗 还有我听过 很多很多次的一期 我在北京卖凶宅 还有今年中元节的时候的 鬼故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吃了安眠药以后 经常会出现 类似失忆 喝酒断片的那种睡眠 醒来的时候 什么都记不起来 而听故事FM入睡的话 除了会入睡的顺利一点 还会随机赠送我一个 光怪入离的梦境 中元节那一期 节目听完以后 我当天晚上就收获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噩梦 我觉得有梦的睡眠 特别充实 总好过吃药 睡得浑浑噩噩的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今年已经完全治愈了 我的躁郁症 而且已经停药了 现在 故事FM成了我每天 坐地铁上下班路上的必备 感谢故事FM陪伴着我 希望故事FM能一直 一直讲故事给更多的人听 我和我男朋友是大学同学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读大学 在一起之前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每天都会聊天 就是坚持不断的那种 因为他听故事FM比较早嘛 他就很早之前就推荐给了我 这档节目 但我一开始没怎么听 因为没有听电台的习惯 但是后来就是在疫情期间 他给我转发了很多 故事FM的那些相关的 那个故事 然后我也是在听了那段 比较很多感人的故事之后 就入坑了故事FM 听了这个故事FM之后 我就觉得和男朋友 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就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聊到 这些故事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啊 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思考 因为我男朋友是学社科类的嘛 然后他其实对于很多的社会议题 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他也会有时候给我补充一些 就是跟故事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 或者是社会的一些现象等等 然后我就觉得和男朋友之间 形成了一种比较私密的连结吧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听故事FM 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画面 就比如说第一个是 当时我们俩就是 已经在一起了几天 然后是在热恋时期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们各自都有事情 可能要忙到很晚时间左右 但是又很想见彼此一面 然后就打算约在麦当劳见面 当时我是事情结束得比较早 我就早点到了麦当劳 我说哎 这个时间那就不如听一期故事FM 当时听的刚好是武汉方舱那一期 就是非常的感人 然后听到最末的时候 那个讲述人也开始 就是非常失声的痛哭 然后我就眼泪就流了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就 我就是觉得哎 这2020年实在是对人类太不友好 大家每个人都在都在suffering 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痛苦 结果一抬头发现 我的男朋友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他当时是背着书包 然后整个人就很明显气喘吁吁的 他可能想早点见到我 然后就飞快地跑了过来 然后那个头发也是在风 被风吹的凌乱的样子 然后整个眼睛里都泛着光 然后看到我的时候 就这样还带着一点点笑意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一刻真的 我就感觉我真幸运 能够在这个时期遇见你 然后还有一个画面是 我们一起去坐游轮 去到一个岛上然后去游玩 当时我们就听了一期 关于讲父母年轻时恋爱的那一期故事 就感觉特别美好 那个画面 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父母的话 父母的恋爱嘛 都是比较纯情的那种 特别是结合当时那个场景 我和男朋友依偎在 那个游轮的座位上 然后看着窗外的海上夜景 然后还有吹着那个海风 我就感觉那一刻 非常的安静 也非常甜蜜 然后还有一点点 就是因为听着这一期故事FM 还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然后非常非常的纯粹 对 所以那个画面就非常美好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一起之后 还是会分享 就是我们觉得好听的故事FM给彼此 然后但是这个话题呢 也会因为我们的关系 而进行一些稍微的转变 就比如说一开始 我们没有在一起之前 我们就是分享的话题 大多是 比如说关于一些社会性的议题 这种 然后后来在一起了之后 逐渐开始分享恋爱类啊 或者家庭关系类 然后等有了更进一步 亲密的关系之后 就开始分享一些性的话题 就一旦有那个故事FM在讲 关于性的比较有趣的事情 我们就立刻就会 可能有时候听都没听 就会给分享给对方 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他听得比较早嘛 所以他基本上每一期故事FM 他都有听过 我有时候会倒回去听 然后听完了之后 我就跟他分享说 有一期是讲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立刻能get到 我在讲哪一期 然后并且给出一些 他当时的听完之后的一些感受 我觉得这种默契 或者这种 就是不言而喻的时刻 真的就是很难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FM 达到了还是蛮神奇的 大家好 我叫Mia 来自西北的一个小城市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 如果说给故事FM的粉丝 制定一个等级 我大概就是在幼儿园水平 因为我接触故事FM的时间很短 大概就是有两个月左右 我第一次听的故事呢 是由玉景讲他们监狱的故事 我对其中的一个场景 非常的记忆由深 就是他讲了 他看了这个犯人的资料 看他犯案的过程 我对他的描述 记忆非常深刻 而且给我感觉也挺震撼的 因为我觉得 我这人本来挺喜欢看这种 犯罪的一些小说电影 我觉得我对这些应该 承受力挺强的 可是没有想到 听到这种亲历者 他自己去真的讲出来以后 感觉跟文字呀 或者这种影视作品 给我们呈现的感觉 是非常不一样的 故事FM与我的故事 大概就是他陪伴着 我的每一天 我每天上班下班 每天早上起来化妆 还有每天晚上的睡前 我都会打开故事FM 听他其中的一些 我感兴趣的故事 我在现实中呢 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 生完孩子之后呢 生活虽然平淡 但是也挺幸福 但是又被各种各样的 小困扰 小烦恼所围绕 我曾经也陷在这些 小烦恼中不可自拔 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 但是听了故事FM以后 让我觉得我整个人 都开阔了不少 听了故事FM以后呢 就觉得原来世界上 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都在经历着 各自的苦难 和各自的幸福 突然让我感觉 自己并不孤单 给我感觉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呢 慢慢变成了一个 非常乐观的人 我们为什么 不去把握当下 让我们活得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呢 面对生老病死 这些生活中的 小困扰小烦恼 真的根本都不算什么 还有就是在上个月 我的姥姥老爷 相继的去世了 这件事呢 对我的妈妈打击 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当时也在故事FM中 听了很多 关于老人的故事 有孤独死 有养老院的故事 还有离家出走的 老人的故事 我用这些故事 和里面的一些道理 去宽慰了我的母亲 这让我其实非常的欣慰 因为我的姥姥老爷 也是年纪很大了 他们去的都很安详 大家都知道 这个老人结束呢 也会有非常多的 金钱上面的纠纷 我又给我的妈妈讲了 咱们故事里面的 有一个一百万拆迁款 拆散了家人的这个故事 告诉他 今天真的 其实不是很重要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让我选出一个 最爱的故事 这简直我觉得 太残忍了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故事 我真的都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喜爱 我觉得我们故事FM呢 就让我经历了一种种 不同的人生 我每一个讲述者的人生 我都在经历着 我有时候经常会想 在那个叙利亚黑暗的地牢里 那个友好的寓友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 又有时候想 那个遭到父亲家暴的姐姐 有没有回家 跟他的弟弟团聚 因为除了那个暴力的父亲 只有他们两个人 才是真正的亲人 每当听到讲述者 感情激动哽咽的时候 我真的都会流泪 我觉得对他们的感受 感同身受 他们流泪的时候 我也会流泪 他们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开心 我在投稿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句话 我爱故事FM 我不在乎我的投稿 是否被采用 我现在还是想说这句话 我只是想告诉 听见这段录音的 每一个故事FM的工作人员 你们真的很棒 谢谢你们给我们 这么好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夏朵朵 来自江苏南京 目前在一家国企从事行政工作 我是今年三月份才开始听 故事FM的 当时我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正在服药期间 我在生完孩子之后 我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出现了 产后抑郁的症状 时而暴躁 时而抑郁寡欢 一直到今年三月份 有一次晚上 我试图跳楼自杀 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 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 我在家人的陪同下去 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当时诊断为重度抑郁 服药治疗意味着 我必须停止母乳喂养 我开始一边服药一边断奶 就是把母乳吸出来 然后倒掉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负罪感 一种愧疚感 医生给我开的药里面 不仅有白天服用的抗抑郁的成分 也有晚上用于助眠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失眠 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的抑郁状况 好像也变得更加严重了 那几天我感觉到绝望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 发现故事FM的 它出现在喜马拉雅的首页 推送上 然后我就点进去 开始看里面的节目列表 翻到了那期 好像叫50万聘礼 和我的荒诞婚礼 我觉得这个故事 可能和我经历有一些相似 或者说重叠的部分 我就点进去听 果然这个女主人公 不仅讲了她婚礼的一些状况 也讲了她婚后的生活 以及她生完孩子的 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我又挑选了一些 可能跟我相近的 情感类的故事听 我就喜欢上这个节目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在上下班的路上 和中午午休的时候 都会从故事FM里面 挑几期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听 在我听故事FM 差不多第五天的晚上 我把女儿哄睡着之后 我自己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怎么都睡不着 脑海中就浮现出 白天听的那些故事 那些主人公的讲述 有些故事充满着欢乐 比如有一个网红主播 讲他去爬鬼楼的故事 还有一个好羊毛的故事 就是几个人 讲他们怎么省钱的经历 还有一些讲述者 他们经历过很多的痛苦 我就在想 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我都没有经历过 那些快乐 那些生活的乐趣 我都还没有体验 还有一些痛苦 是我想象不到的 也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那些人 还是坚强地活着 那我为什么要结束 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总是想不开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从第二天开始 停止服药 继续母乳喂养 然后我脑海中 印象最深的画面 就是自己在一边 用吸奶器吸奶 一边听故事FM 尤其是在公司的母音室里面 当母音室没有人的时候 我觉得周围的一切 好像暂时都不存在了 我可以完全沉浸 在这个故事里面 去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我也不再是挑剪 自己喜欢的那几期节目听 而是把它按照顺序 一期一期地往下听 因为想看到不同的人生 和不同的世界吧 后来我已经听完了 故事FM的所有往期节目 就等着每周一三五的更新 可以说他陪伴了我后面几个月的哺乳期 我一直坚持母乳喂养到了一岁 一般在家里听节目的时候 我会把它设置成公放 我老公偶尔会听一下 然后更偶尔会发表一些看法 就是在听的时候 或者听完以后跟我讨论一下 不过大部分时候 他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也不怎么跟我交流 也不管家里的事 在我看来 他仍然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但是我的心态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就像有一句话说的 当你看过一千部电影之后 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 那当我听过这么多人的经历 这么多故事之后 就觉得自己现在经历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在听了故事FM之后 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变得平和了 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 好像不像之前那么 手足无措 或者说很悲观 总是往坏的方面想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实习生王颖伦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